大家好,在炖鸡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直接焯水,去除血腥味和脏东西 但是这样做出来的鸡肉,肉质就比较柴,吃起来也没有那么鲜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独特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鸡肉鲜嫩不柴,吃起来也没有腥味 首先准备一勺面粉撒到鸡肉里面 然后用手这样给它抓一抓,抓两分钟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能很好的去除鸡肉里面的脏东西和血水 往里面加入清水,再抓洗一下,放里面浸泡10分钟 准备一点干香菇,用温水泡发 再切点土豆和青红椒 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多清洗几遍,清洗干净 我们看一下鸡肉已经洗得非常干净了 给它放入盆中备用 起锅烧油,下葱姜炒香,下入鸡肉大火翻炒 这样能快速的把鸡肉中的水分炒出去 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 炒成这样,炒到鸡肉表皮微黄就可以了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做黄焖鸡,黄焖排骨,黄焖牛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翻炒均匀 接着往里面加入开水,冒过鸡肉 大火煮开 土豆和香菇放入砂锅 把鸡肉和汤全部倒进去 盖盖中火炖20分钟 时间到了再加入青红椒炖2分钟 香喷喷的黄焖鸡就做好了 鸡肉鲜香滑嫩,不行也不拆 真的太好吃解馋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每条油盘都放入青红椒炖2分钟 放入青红椒炖4分钟 如果拿到山上到山上 然后再加水的车